记者林晓云台北报道,立法院教育委员会明天将审议实验教育三法修正案,全国教师总工会反对提高实验教育学校占该县市学校总数比到三分之一,台湾实验教育联盟等今晚发声明指,实验教育已有效促进原住民教育主体性与偏乡教育的翻转,呼吁保障原民和偏远学校改办实验教育的权利。 各县市所属公立实验教育学校总数之比例计算,不应包含实施民族教育之原民学校及偏远地区学校。 台湾实验教育联盟理事长曾国骏表示,实验教育的问题在值而不在量,各方看待公立实验教育学校数量之多寡,如果只着眼于比例高低,不但缺乏科学论据, 更是未能居于教育思维之高度看待教育变革,陈属失教,非常可惜。 曾国骏强调,学校如能并实符合全人发展的多元教育理念,进行实验教育和理念教育, 何须加以限制总下数比例,各级教育主管机关,教师不但应当全力支持,更该思考如何适切发展跟进。 既然是理想的教育,是否称为实验教育,根本不必在意,但他也质疑,倘若只是顶着实验教育之名, 却无任何理念教育之内涵,一所都不应当核准施力,更何况是统一教育阶段总下数的5%,10%或1%比例。 法证诅咒级人魏昆明表示,实验教育三法实施,后原住民部落实施属于自己文化的民族教育的需求与日剧增, 由其特定原乡县市更明显,而偏远地区学校的实际运作,也有将实验教育列为转型选项的需求。 实验盟主张,政府审核应助动职而费量,但如果一定得设置校数比例限制, 应排除原住民教育法所定义之原住民重点学校和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所定义之偏远地区学校, 加了例外之排除计算条件公立实验教育学校纵数之比例限制才合理务时而被各方所认同且执行。 共同联署单位,台湾实验教育联盟,台湾全人与民主教育协会,南投县森游生态实验教育机构, 高雄市南海月光实验教育学校,黄熙培,山峰华德福实验教育学校校长,新竹建造海华德福实验教育机构, 台中市快乐华德福实验教育团体,台中市善美珍华德福实验教育机构, 台中市华德福大地实验教育机构,台中市风树脚实验教育机构,台中市道河实验教育机构, 台中市磊川华德福实验教育学校,台中市环宇蒙特索利实验教育团体, 台中市丰盛华德福实验教育团体,台北市台北市戴纳实验教育机构, 海参华德福学校 だと費�校学校 海参华德福実验教育副机构,台中市倌教育部副机构,台中市新建制处,台中市获東外国有限制造 Unternehmen亚实验教育,台中亏 food素裁社に接近判陈职市民建虚学虚考组学生日数共度世界ig戌 науч体化行政积本平坚 % 、 Pablo